由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穷追猛打 美国国防部长承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也可能趁这个机会铲除反对他的民兵组织 不过他强调美国要阿萨德下台的立场不变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五角大楼的记者会上表示 联军的行动是一项长期任务 他们无法避免阿萨德政权可能从中受益 但这是追击恐怖分子的有效战略 在这同时解放叙利亚声称 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城镇科巴尼 有三分之二在他们的空旨中 加上叙利亚的库尔德族民兵 他们估计有两千多名兵力正在科巴尼 对抗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 另一方面联合国和平特使呼吁各方在叙利亚建立停战区 让救援组织运送救济品给当地的居民 从四年前的叙利亚冲突 一直到现在的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的杀戮 将近一千万人失去了家园 超过三百万名难民被迫逃离叙利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